這個球是無手 結果打倒是中間 別抓一方向 哇 現在這個球是歐馬 直接滾到了全力打牆 兩名的跑者回來是沒有問題的 第三位的跑者也回來 高國寧代打 見攻一棒逆轉 哇 哇 那也把這個猛燈的滲頭第八勝給打飛掉了 剛剛被逆轉可能突然進入到童書館 但現在這個氣氛是非常的high 憲哥就要說少結果打倒是在中間綁下的飛球 就落地形成的安打 這球 夾翰足球有沒有處理好 哇 那現在第三分要回來了嗎 清晨一致再見安打 哇 哇 詹子嫻今天第一次的打擊 逆轉了戰局 哇 這場比賽的九局太好看了 九上逆轉 九下再逆轉 中信兄弟 在三連戰很少的富光漢將 最終這場比賽 六比五英雄 這個太神奇了吧 哇 這真的是不知道怎麼寫出來的劇本 真的真的 太精采的一場比賽了 哇 一路領先到九上被逆轉 結果詹子嫻說NO 我還是英雄 同樣也是一棒把三名的隊友送回來 對 而且這個球應該是比較偏高的壞球 詹子嫻打到了 對 因為他應該設定速球在攻擊 哇 這個 三號尾應該也沒辦法接得到了 對 然後一個反彈 林哲軒的位置也沒有辦法接到 對 所以在第一時間沒有辦法做最快的處理 如果能夠接到 或許兩分回來還是平手的局面 沒錯 但沒有第一時間處理 這個彈跳 感覺也讓兩名的外野手 沒有辦法把球接好 所以形成了一支再見安打 詹子嫻 直接把三名的隊友送回來 跟對方說sayonara 第九局擋了四隻安打 連續串連起來 才有這樣的機會 沒錯 然後就 哇 真的在之前也很好笑 跑給隊友 是